秘密为了其他方面的利益 他不说 咱们不知道 你看这一点其实长久以来 都是非敌爱好者外星人迷 大家琢磨的 就说其实美国苏联 可能老早就值得外星人了 甚至跟外星人都联系上了 就算不告诉他嘛 他有他军事利益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 近乎于根深蒂固的观念呢 这个来自1947年 一次偶然的事情 1947年7月5号 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啊 有那么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的主人叫布莱索 这个布莱索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将近凌晨了已经 快四点钟了 他听到一声啊 特别强烈的爆炸声 把他一下都给震醒了 然后呢 天光蒙蒙见亮了 他壮着胆子出去看 发现离他农场不远的地方啊 地上全是基础碎片 他一看一摸还有点烫手 然后呢 他就剪 剪了大概有一框左右 早晨的时候到警察局报案 警察到现场一看呢 可不是方圆几百米 全是基础碎片 这什么玩意炸的这是 还看不出这个碎片是什么的 那就是赶紧交给军方 这时候美国军方特别重视 呼啦来了一帮人 把周围都封锁了 不到两天时间 又在离这农场西南五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金属飞行器的残骸 哎就像个碟似的 就我们说飞碟似的 这个残骸周围呢 还有一些 类似外星人的尸体 这些外星人呢 一个个也就是一米到一米三 那么高 每个外星人大概三十多斤 哎哟 显得很轻巧 而且脑袋大 鼻子长 嘴小 眼睛也大 塞成眉毛 那么这个事情呢 当地媒体给报道了 一下子全美国 别说全美国 全世界糊弄了 哎呦找着外星人了 这是怎么如何如何 可是美国军方在7月8号那天 突然间对外 召开个新闻发布会 没那事啊 你们都猜错了 不那么回事 就气象气球 在空中出故障 落下来爆炸了 什么外星人 啥也没有 他如果要是个辟谣啊 要把里边大伙 怀疑那些事 说清楚也就罢了 他辟谣的内容呢 和我们刚才讲这个 布莱所的这个介绍 以及当时媒体的报道 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一下子 媒体没有信心的 都认为这美国军方撒谎 他怕全国引起恐慌 外星人入谨呢 再一个享有更高层的利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事归美国中央情报局来管 那么同时美国总统是 艾森豪尾 艾森豪尾当时对这个事 也感兴趣 他以总统的身份呢 希望中央情报局 能够把内容啊 给爆出来 但中央情报局拒绝了 因为美国这个总统的权力 它是受限的 而且中央情报局呢 跟总统讲 说这个事咱不能说 你现在 咱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了 你想他大老远 他能到地球了 科技比那发达多了 咱要是先了解这个情况 那对美国的整个国际上的利益 整个的军事力量壮大 那好处不知道有多少 咱别忘了 1947年的时候 那还是冷战时期 二战以后 正式进入冷战时期了 他有他这种利益考量 所以坚决不同意 把这个消息泄露出 那么于是 在之后的四十多年间呢 这个事黑不提白不提 没人提了 可是不断有人站出来 又解密 也有揭示什么的 把这个事情弄得是扑朔迷离 到1995年的时候呢 这个事重新被提起来了 英国呢 出了一盘录像带 在当时有一个半小时 这录像带是什么内容呢 在线当年美国军方啊 解剖那个外星人尸体 这外星人一米在那搁着 就是这个腿都烧焦了 就是这个尸体嘛 又给他开膛刻度啊 又把脑袋锯开整 大概有一个半小时 当时很多人就质疑 这有点太粗糙 怎么拍的人 还拿摄像机来回走 又有这几个摄像机固定啊 拍得非常细啊 所以当时很多人将心将疑 到2008年 英国有一个摄影师站出来了 所以这个当年我们不说吗 从当年老摄影师手里买了 那胡说八道 是我造的假 我找个那个橡皮薄膜 然后里边塞一声养脑跟鸡肠子 就整出这么一个闹剧来 那么说实在的呢 其实很多人 跟外星人接触 这些年据说呀 全世界收集上来 得起码有两万多起 跟这个不明飞行物啊 跟外星人有接触的 那么这类接触呢 我们大致呢 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头一类我们说 第一类接触是什么 就我看着了 或者我拍下来了 其实拍那个玩意儿 我们说照片 甭说PS 就平常你拍照片 他都能糊弄你的 在这 那么这种第一类接触呢 往往是呢 后来都被解密了 说大概是球形闪电啊 光学效应啊 什么太阳光折射呀 雨后彩虹啊 什么飞机在空中的 那种反射光啊 哎 等等等等的原因造成的 你比方说2004年 墨西哥那边就出 一个不明飞行物连成串 最后一看呢 是墨西哥湾呢 海上游景起来 那个找火的地方 在空中 经过大气层水气反射 像不明飞行物出来 那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这个造假也容易 有的人是胡个风筝 一拍就敢说这是飞碟 还有的把盘子 往空中一人咔 抓拍一个 我看着飞碟了 你看 所以这个 实践室里有九件事 是造假跟恶作剧 闲着没事干 这是 那么第二类接触是什么呢 就是确实他看着飞碟同时啊 这个飞碟和外星人呢 带来某种迹象了 比方说 我看着飞碟走了 一看地上 一片烧焦的 草都烧焦了 有人考察过这个 后来也发现了 人为作假的痕迹 就是里头是有些事 你解释不大清楚 可是呢 你能通过人为的原因 来分析它 发现这里头有人的事 那么第三类接触呢 是最为神秘的 就是有那么一类人 说我跟外星人接触 让外星人给我一通熟试 怎么又做实验 又什么恨把我杀了 总算把我留下了 外星人跟我交流 往我脑子里插芯片什么的 就跟亥克帝国似的弄的 那么这种事呢 往往是呢 每个人都说他失去记忆了 经过催眠时 把他的记忆呼唤起来 他说出来了 所以弄的神神叨叨的 跟着我们地球人类啊 搞的一些玄学神学 都直接挂上钩了 所以拥有这三类接触的广泛图在 很多人认为啊 UFO那都扯淡 根本就你就没看着 但是我们发现呢 很多人在自私以求 否定这些现实案例的同时呢 却花很大力气在琢磨 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 外星人来地球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 把所有的这些现象 归结为造假 这样人不少 可是呢 坚信一定有外星人的人 占大多数 为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 地球有水 它有了生命 那么地球在宇宙 是沧海一树 你怎么就能否定 在这个之外 那么广袤的宇宙空间里 就没有生命呢 所以你要否定 没有生命啊 倒是你一种 不科学的态度 而且呢 我们地球还有这一特点 有不少人类 解决不了的谜团 白木大三角啊 你是什么 麦田圈啊什么的 反正人类解决不了 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太神奇了 那么呢 就把它归到 外星人干的 你看人类解决不了吗 不是人干的 那就是外星人干的 是外星人在地球 留下的痕迹 有人甚至说 这个痕迹跟2012有关 这外星人告诉 那时候我们就来救你 反正包含着 人一种漠视情绪 人的一种 对未来的期许 那么 这一点对外星人 这种文明 从承认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也含着 一种恐惧 就我们既希望啊 看到这个外星人 哎呀好奇 什么样啊 跟他交流啊 什么外太空文明 什么样啊 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期许 同时我们又隐藏着 一种恐惧 人家既然能到咱这儿 科技比他先进 他一翻脸 他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有点 类似的 很多国家 一说中国崛起了 他有点害怕 哎 跟这个道理一样 尽管我们是和谐的 和平的 可是当你崛起 强大之后呢 他觉得我打不过你 他隐含着一种威胁 在里面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对外星生物 这种感觉 和这个也差不多 就他来了以后 你说他弄不过他 他还要打架 咱不坏了吗 怎么办呢 不坏了吗 是的 优优独播放 所以眼下 以人类的这种思维 还没有做好啊 承受外星人来到我们中间的 这个准备 同时人类现在也没有能力 来接受外星人 就是我们的水平不行 其实正常是我们能够走出太阳系 走出银河系来找外星人 而不是外星人大老远找到我们 他要找到我们 说明他比我们厉害的多 所以现在人类是希望的 尽快的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然后等有照一日 咱们主动走到外太空 和平的跟那些生物之间 好好的相处